還記得我們之前報導 這個彰化媽祖繞進 有一攤賣藍帶蝦球的攤販 因為四顆蝦球賣三百元 被消費者砸攤 好 這個事件呢 現在又有最新的錄影畫面曝光 我們一起來看看 一群男子走向藍帶蝦球的攤位 態度相當凶狠 質問老闆要不要收攤 接著就動手翻桌 而這一攤已經不是第一次被翻桌 用力推倒攤位 四五個民眾大罵攤販是大騙子 欺負翻桌 不買業者賣的法式攔帶蝦球 不寫價格 只標榜酥脆彈牙 想不到一買 四顆竟然要價三百塊錢 最離譜的是 拨開一看 沒有所謂的起司和蝦子 只有厚厚的麵粉 加上一條兩公分的蝦仁 一塊這麼大 還有一隻蝦這麼小吃 都米粉 四個三百塊 消費者紛紛到警局報案 這位小姐還特地拿出 購買的四顆蝦球 批評比西餐廳的套餐還貴 套餐是很生很生很生 就兩份中份的 價錢都沒有說 他都不說 然後他淋上美乃滋之後 他就說我就拿五百塊給他 他說小姐不夠要六百 被砸的攤販是桃園人 在全台各地擺攤 沒有固定的攤位 早就被榆林和嘉義的網友抱怨過 這回踢到鐵板 自認你虧 要和消費者和解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